哈囉,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我們去找教育部長 一起來聊聊 108 課綱吧! 前陣子我們做了一支關於 108 課綱的影片 內容提及了它的元氣、它的內容 以及它接下來可能會遇到的爭議 那教育部他們看到的這個影片就覺得非常有趣 於是他們就寄來了邀請 希望我可以跟教育部長聊聊 談談 108 課綱,以及一些其他延伸的討論 那適不遺失,我們現在就趕快去看看吧!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部長辦公室了 那很多觀眾可能對部長不是很熟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你看了鍾明軒的影片 所以你會覺得部長就是一個暖男啊 然後對於教育很有熱情的人 不過其實我自己對部長反而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部長雖然的確是一個很暖 然後常常講到教育的時候你眼睛會發光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你在這個過程中做了很多 我覺得是硬派的人才會做的一些重大的改革 你可能會在臉書上面直接對反送中表態 都是很直接的做了一個具體的行為 那就是在過去的我們的政治判斷上面講說 表態其實並不是一個加分的事 那為什麼部長你會想要做這樣子的一些很硬派的表態呢? 我想我自己非常長時間從事在教育工作上 那我自己一直對教育這個事情 有我自己覺得應該有的一個價值 我一直從認為半教育讓孩子接受教育 一定要去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每個孩子的它是有不同的差異屬性 那你要做半教育也表示要用讓每個可能有不同差異跟興趣發展的孩子 是有一個可以友善的發展的空間跟那個學習環境 那我比較要舉例 因為性別平等教育這件事情 在台灣曾經也有過我們沒有性別平等教育吧 那很多的孩子也可能因為並不了解 他的同學彼此之間他是有差異的 只是認為某某同學怎麼跟我們很多人都有比較不同的樣子 然後回過頭因為不去了解 反而會變成一種歧視 甚至是一種霸凌、欺負 那這個其實在教育的發展過程當中 產生了很多的不幸事件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 這是一定要持續讓孩子可以理解彼此的差異 而盡能夠去尊重、能夠去包容 我想這是一個概念 當有人用非常刻意 甚至是不合適時的方式 去讓這個事情 讓這樣的教育的可能性可能就終止了 我想作為一個全國主管教育區關的首長 我認為是要非常清楚的讓社會知道 我們的孩子要讓他學會理解、差異、到尊重 這件事情是要持續的做 那不能因為有某些議題的影響之後 結果這一件事情從此就非止 甚至讓我們很多的教育人員 因為受到污蔑、指責之後就卻步了 這讓我想到了很多政策在推動的過程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人一直喊說 你要取得社會公式 社會公式才能往下 那我覺得從部長剛剛的言論裡面 感覺上比較是 你認為教育其實是一個價值的投資 我們應該要引領這個社會 往一個更正確或者是更未來的方向去前進的 那這邊就講到了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108課綱 108課綱裡面有哪些成分 覺得是比較創新的 因為其實108課綱它也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大幅度的改變 那在這裡面有投射了 哪樣子的創新 或者是哪樣子覺得 應該要引領社會前進的方向 基本上108課綱的規劃 就是比較朝向 讓學生的學習 可以越來越能成為自己是一個 學習的發動機 一個主體 因為我覺得一個學習的個體 如果不能覺得自己想學 這件事情你再給它太多的 那只叫做負擔 它也可能無法承受之後就拒絕了 我們希望能夠引導更多的改變 是孩子不是被動的接受 老師或課本裡面既有的這一種 因為這個跟未來的變化無法對稱 也不是它能夠用有現在既有的這些有限的知識 就想要去面對未來的這種千變萬化的環境 而且這可能是在數十年之後 它可能又面對更大的改變 了解 這讓我想到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一個創業者 我大概在大學畢業了之後 我當完賓我馬上就創業了 然後走到現在我們大概 律師人 那我們其實團隊裡面非常非常多的年輕人 然後在我招募的過程中 其實很深刻的感受到就是產學之間的落差 我在徵求這些履歷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說 哇 這個人他沒有辦法工作耶 他怎麼會待了四年的教育的體制裡面 甚至他可能是一個對設計有興趣的人 出來還變成這個樣子 那部長你怎麼看這個教育落差的部分 108 各樣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它嗎 其實從高中這後三年來看 其實時間還是很短 但也因為這個時間上 其實這個階段 其實是很多年輕人 慢慢開始走向要察覺自己的未來 而且可能要為未來他感興趣的這方向做個準備 所以從高一比較是以必修為基礎之外 高二組件就會增加選修的這樣的課程 然後逐遍過來 慢慢也比較希望透過這樣的一種學習 尤其像選修的課程 這個選修裡面也包含很多叫多元的這種課程 他就不會完全只是focus在 像大學的學測的考試或指考的這些科目 一方面是讓青年的這些學生 可以更加的有機會去了解自己 再來這些課程裡面有蠻多 不管是在普通高中或是技術高中 其實有蠻多是屬於經過實作的這個 像這一次的技術高中就增加15到30個學分 就叫做實用技能學程 就是真正的你不是去讀為了只是準備統測 你應該是在想你學的是氣修科 那你應該在氣修的這個實用的實作的這個學習上面 是真的有把這樣的學分留得下來 我想這一次這樣的變革 主要也是希望學生是有機會透過這些課程的研修 真的去接觸到實質的 也許這個專業的這部分 還沒有辦法達到我們說未來再更新的 但是它有這個基礎 而且還在鼓勵更多的是跨域選修 跨科選修的這種可能性 它也會對未來的職場所需要的這種 可以跟人家有跨域合作 然後形成一個Tune的這個團隊合作的習慣 我想是一個比較大的方式 OK 所以簡單來說是第一步先透過 擴增必修以外的一些課程 讓大家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選擇 然後再來透過可能實際的課程實作的方面 讓他們仔細去接觸去瞭解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歡 然後再來可能到不同年級它又有新的選擇 所以是一個從選擇到實踐的這樣子的路來 讓這些事情可以被解決 好 那接下來我覺得剛剛我們講到的是選修課 那其實像我們自己團隊裡面有一個 他之前就是高中的歷史 然後他就發現說 好像有很多事情還沒有準備好 包含了可能像是校本課程啊 或是多元選修上面等等的東西都沒有做好準備 所以這其實也讓很多很多的人就會覺得說 等一下我們這一屆是不是所謂的犧牲品 是不是所謂的白老鼠 部長這邊會想要針對這樣子的一個質疑 有一次什麼樣的回應或討論嗎 108課綱 除了說它本身經過很長時間的規劃 其實它更重要的是 在108課綱雖然從108學年度開始實施 可是它已經提醒了三年 已經開始有全國有648所的學校 是在為108課綱所做的前導 OK 所以他們已經先運轉過設施過了 對 這裡面當然就包含課程的規劃 也包含老師的專業成長 因為 未來108課綱的實踐 老師還是最關鍵 所以其實實際上應該要讓大家理解 就是108課綱並不是從108然後你們這一年就是白老鼠 而是其實這過前面已經有 已經測試過非常多次 修正很多問題 然後這時候108課綱正式開始 而不是測試 是 好 那再來我覺得我們剛剛聊了很多教育的事情 我想聊一個比較輕鬆一點點 就是對於部長來說 你覺得教育最長遠的目標是什麼 或是對你來說你覺得教育是什麼 應該是要讓多數的學生 是在學習上是成為成功者 然後讓多數的孩子 是會在他發展的性向跟權力上 因為學習 會讓他成為更多的自己 而不是要做大家統一標準的那個所謂樣子 這個我是一直認為 從教育的本質 還有從一個個體發展上來看 這樣做才會真的會讓 人在培養的過程 也許成為人才的過程當中 真的也比較能夠去找到自己的自信心 也比較能夠去追行自己的幸福 自己的快樂 如果我們做的是永遠自己不快樂 你哪怕在哪一個職務 哪在工作上 你還是不快樂 那部長最後呢 你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這些可能現在很擔心的這些大眾 不管是老師學生還是家長們說呢 我想108課綱的推動 是一個能夠讓學生有更多成為 比較學習的一個主題 主要以希望學生的學習熱情是被發展出來 那我想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爸爸媽媽其實一定很關心孩子 但是在關心孩子的同時 是不是也可以聽聽孩子 他在想什麼 他的希望是什麼 能夠去做成一個自信孩子的陪伴者 讓孩子是有機會往前走 不必要用自己設定的目標 讓孩子照著這個目標來走 或許在108課綱的實施的過程當中 父母的以這樣的方式來陪伴孩子 也許孩子會學習得更快樂 也會想到他自己最喜愛 家長覺得現在的教育面臨到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我覺得教育這個組織很龐大 但是很多家長的想法很不同 對 孩子的需求也不一樣 這讓我想到就是 我們之前做很多教育研究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說 教育它最吊詭的地方就是在於說 使用者是學生 然後買單付費的是家長 然後所以你要驗證這個教育成不成功的 你要對的不是使用者是對家長 這件事情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蠻複雜的 就是跟剛剛部長長得有點像 對 所以這個我認為是在 教育這個大工程裡面 真的是最大的挑戰 這個當然也會涉及 大家比較長久累積的一些 而且價值觀 一些價值觀 所以我想在這種情況下 那這確實是推動教育最大的挑戰 108課綱這個推動的過程 其實歷經了非常久的時間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被記錄下來 或是特別記載行中那種有趣啊 或是難過之 可能各一個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108課綱 因為在我自己從事教育工作當中 其實佔了一個很大的輸度 從他剛開始在做規劃到後來審議到什麼 我剛剛好多有機會參與到這一個階段 麵包克剛 其實我自己一直覺得 他其實真的是 站在學生學習的角度去思考的 可是過程當中一下子文言文比例 一下子什麼去中國話 我其實是為了這個解釋的非常多 我也覺得我們教育這件事情 如果能夠慢慢回歸 也看到孩子怎麼學 會學到有用能用應用知識 其實這個設計 麵包克剛是很努力 但是只要碰到了一些 好像文擺代表著什麼 語文本身 不管文言文或遺體文 白話文都是可學習的素材 但是不能說哪一個佔了多少 這個課綱就是符合什麼 所以像這樣的一種比較潛在在背後 做最多大的事 我也覺得那一些往往反過來 是最影響學生學習可能性的 部長你剛剛提到說 你自己也是這個教育環境的一款 然後受台灣教育長大的 那你最不喜歡台灣教育的哪一點 我應該說在我當學生的時代 那就是標準聯考時代 我發現我們除了讀考試那個聯考那個 我發現他載至了所有的學習的可能性 所以也就是我們也跟著老師的引導 就說你就把這個 從國中要考高中的聯考 後來我當然是考試專 就發現學習好像唯一的目標就是走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自己生活在農村鄉下 農村鄉下有太多好玩的事情了 但是都不是學習或老師會看中模式 我覺得那些反過來說 現在回想起來 或覺得我現在孩子有很多機會 去接觸這些大自然 我相信他們的創意會很多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部長 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那相信大家聽完 對於108課綱或是教育 都有了一些更多更多的想法 那接下來我們志祺七七還會 再針對教育的議題做更多的討論 那我是志祺 我們明晚再見囉 掰比! 好看完了我跟教育部長的訪談 相信大家都對108課綱有更深的了解了 那如果你還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歡迎點擊這個地方去看看108課綱的影片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108課綱的相關正義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更多的教育內容 然後當然也別想要LOGO訂閱我們頻道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